亲爱的弟兄姐妹,大家好! 我神经九长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,请大家来看。 圣经宇宙大学推荐,好学多知。 好学多知,今天这个题目是大众不喜欢的经验。 大众不喜欢的经验,我有这个经验,我认为这些教导是经验,可是大众不喜欢。 为什么呢?因为大家没有来仔细的了解。 如果你能了解的话,你也会认为的确是经验。 好,请我们来看。 请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第二十章第五节说,我是妒忌的上帝。 我是妒忌的上帝。 为什么上帝说我是妒忌呢? 平常我想我们大家不喜欢妒忌的态度是不好的。 可是呢? 上帝他知道,他知道说他不得用这个妒忌的态度,因为他是非常的爱惜我们。 他非常的对我们,我们人类也非常的珍贵。 上帝一直要保护我们,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作成。 是这样,所以他不得不有这种嫉妒的态度。 好,再看。 第二个,不要侍奉两个主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4节,这边又是一个教导。 就是说,上帝知道,上帝知道说,这个有两个主是不好。 因为你的心就好像就把你的心分开了。 上帝想要,上帝是要,要你全心全意,侍奉他。 是这样。所以,这个就是经验,你试试看。 如果你有两个主的话,你就不能完全侍奉上帝。 这样的话,就不能得到好的效果。 好,再看下去。 那么,爱你的仇敌。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4节, 这也算是经验,爱仇敌。 平常的话,我们是不习惯去爱我们的仇敌。 因为大家,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长大。 我们知道说,我们的教导就是说,要恨仇敌。 仇敌对我们做了坏事,那我们就要恨他。 可是上帝的教导就相反。 上帝说,你要爱你的仇敌,要祝福他。 这样的话,你就会得到好的报应,好的成果。 希望你能够去证明,自己去试试看。 不要恨你的仇敌,爱你的仇敌。 好,再看下去。 还有,不要与恨人作对。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9节, 还有,要要谣述别人, 如果别人做了不好、做了不对了。 你要遥述他 主耶稣说 要遥述七成七十 四百九十次 每一次都要遥述他 如果我们能够 把这些当作经验 去试试看 你就会经验到 的确是经验 你遥述了别人 结果是对你好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 谢谢